大家好,我是宝田 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健康又美味的土耳其小吃 红扁豆素肉饼 洋葱切成小块 把小葱切成葱花 欧芹切碎 红扁豆洗干净理干 我这次用了两个场地的红扁豆 颜色深一点的是土耳其的红扁豆 锅里放入红扁豆水 中火煮开后,转小火 继续煮20分钟左右 中间需要搅拌一下 看看锅底有没有烧糊 红扁豆煮到软篮后放火 加入渡篮小麦 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蒙30分钟后放凉 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个调料 开中小火 过热后 放入橄榄油 洋葱 把洋葱炒到透明丝 加入番茄糕一起炒 加盐 黑胡椒粉 泽软粉 把椒粉一起变炒 等香味出来后灌火 等香味出来后灌火 把红扁豆和调料 葱花混合均匀 你可以用工具 也可以用手来搅拌 加入欧青碎 浇拌均匀 搅拌均匀 手上沾一点水或者橄榄油 取适量的豆泥捏成长条形 也可以做成其他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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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麻洋葱葱就做好了 可以配艾兰或者红茶一起吃 吃的时候用生菜包纸 再挤上一点柠檬纸 阿菲徒孙 请慢用 慢用 《葱葱葱》 《葱葱葱》 《葱葱葱葱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